這下耗製3000多萬的高低供水改善工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立法恩蔡是因特別前往美之國社區了解改善狀況 社會公司方面表示 目前500多戶的輸水管線已經泰換成DIP管 可以有效降低漏水率 社區裡面所有管線的泰換 原本是塑膠管 我們要泰換成DIP 管線大概 DIP就是原性鑄鐵管 那它的總共100的跟200的 它需要泰換的主體管線好有3100米 那目前已經全住完成 包括市議員張敏君與市議員參選的思維症都出席關心 社區主委表示 過去美之國漏水嚴重 水壓經常性不足 在進行管線泰換 重設相關設備後 住戶共同分擔漏水度數從59度降到24度 明顯有感 漏水的部分 經過我們張總有抓到了一部分 從我們的共共分擔從59度已經降到24度了 這一點是要謝謝我們張總 他來幫我們社區抓漏 這一部分是非常有成效的 現在大概比較有問題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水位的壓力問題 因為我們這裡是高地積水嘛 壓力不夠的時候會造成很多住戶的水塔水上不去 不過目前部分高處住家仍然有水壓不足的問題 蔡勝也要求在水公司依據民眾需求因地制宜增加加壓設備 以及協助施工後社區出入口的道路跑鋪 進度說明大概在12月底以前會完工 以及地方還有住戶的部分會請他們來同意 那我相信這樣子的做法會讓整個美之國社區 未來在整個高地用水改善工程結束之後 會讓我們所有的這個地方的市民朋友 能夠享受更好的用水 而且最主要是他的漏水就能完全的解決 而對於國民黨立委指控的問題 蔡勝因反駁表示 受指控的公司和赤愛水公司都發出聲明 證實相關工程沒有政治人物介入關說關切 這樣的指控對他非常不公平 他還反問提出指控的國民黨立委配偶任職公司 都承攬工部門工程 是否也可以稱這兩位立委是門神或白手套 蔡勝因進一步強調 金融市漏水率從101年最高的32.3% 降到110年底的22.89% 他擔任立委期間協調各單位 努力降低金融漏水率 對手不應該潑髒水打擊努力做事的人 我擔任立委的過程當中 當時漏水率是非常高的 我們努力把漏水率降低 所以不要去抹煞所有在努力工作的人 潑髒水不會讓城市更進步 謝鬼良自己過去做的很多的事情 其實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說不要去 誣賴很多很辛苦 在做相關工程的公司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數id pound 講座水準時 以上 感谢观看